请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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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公爷 皇上宣见 皇上要见我 好好好 皇上 皇上 可不能丢下老夫啊 皇上 皇上 听说您跟高丽宣战了 像打仗这儿的事 不能丢下老夫啊 朕知道老将军神勇无敌 怎奈年事已高 这场战事啊 就别惦记了 不行 皇上 我的身子狗还硬着呢 算了吧 皇上 您还是三四个 您看我这铁鸽 我这腹肌 我这行胆肌 你看看 大胆 皇上 我知道 程耀军年事已高 打不了仗了 可是我做点后勤工作 押韵粮草 总算可以吧 朕知道老将军手痒了 可这大军一发悬心压肺 兵无常事 水无常行 朕如果让老将军这把老骨头 再去抛头颅洒热血 那朕岂不是成了无道昏君 皇上 我跟你说 别说了 宋承老将军 诺 程耀军啊 程耀军 朕知道你一片忠心 可如今你年事已高 就是喊破喉咙也蒙不出 当年的三班斧吧 来来来来 奔军呢 军粮 征兵了 征兵了 我想去吃军粮 咱们去吃军粮吧 好啊 剑工业的机会终于到了 我来了 你倒是不客气 我客气什么呀 大军已经出发了 你这军事家有何高见呀 我没感想 我这一介不一 我跟着参考什么呀 再装 好好好 跟你唠唠两句啊 你说这个苏将军 在辽东多年 虽直寒冬 可是将军们早已习惯了 但是个高丽呢 他被人打击了那么多年 现在已经群困凋敝了 没有了高丽的牵制 我军绝无后顾之忧 这样的话 此次百计在尽难堂 只是 只是什么 说呀 只是其一 此次百计毙灭 高丽有力再战 新罗一家独大 毕生二心 不可不防 其二 百计贫困 我朝定不会灭其国之后 驻大军在哪 一旦撤军回来 必为他国所用 如此反复在战 反复在战 这 劳民伤财得不偿使 子豪所言 字字诸击 可有化解之道 没有 除非你将 这个高丽 百计 还有新罗 全部拿了万能 然后驻军白江口 扬作公事 令窝国不敢造次 乌龙啊 大乌龙 丢人啊 如果朝天按照我所说 拿下了朝鲜万能 那将是一个填充不满的 无底深渊啊 子豪在想什么 此时事关重大 刚才我说的都是 下下之策 再容我 详细思考一下 莫谈国事 莫谈国事 主死啊你 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 只是 只能我们俩说啊 朝廷是肯定不会采纳 说吧 就是闲谈 本也没想让朝廷采纳 你毛头小子 可能说出什么道理来 要不是跟你 我还懒得听呢 三国志你看过吗 陈寿写的那边 能扯上关系吗 关系大了 且听我给你细写道理 二生 二生 来 二女 问你个事 你跟姐夫 别讨论 姐夫这个人 一点侯爷架子都没有 你跟姐姐可真有福 这个三国讲得好啊 是吧 就让他们打 最好能比三国里边 位数无三国家 打的时间再长点了 能打个百八十年的最好 什么意思 仔细说说 就是我们撮合他们打 不用跟他们纠缠 到时候缺粮卖他们凉 缺马卖他们马 缺兵器卖他们兵器 只要均衡三个国家的实力 不叫一方做大即可 照我看 他们三个国家的实力 打个七八年呢 应该没什么问题 不过也差不多完蛋了吧 就算不完蛋 就接着打呗 我就不信了我还 你能不能正经感 军国大事岂能儿戏 没不正经啊 你看这个高丽 百计 新罗不也是三国吗 那我大唐岂不成了战争犯子 能落着什么好处 只要我们控制得好 就让他们在这个漩涡里挣扎吧 关键的时候 我们可以出兵干预 只要少量人马 就可以起到重要作用 不但可以赚到钱 而且还可以制约 他们三国的力量 只要控制得好 战火绝对不会满扬到 我们大唐的 平衡 平衡是最关键的 缺德 什么人呢你 把我堂堂天朝 说得如此不堪 不过 这也倒是个办法 就是这兵器 马匹 粮草 不可能大量出售 朝廷怕是不会通过你的策略 本来就没说能通过呀 就消遣了 不过你想想 这个方法很合算 一手赚钱 一手赚人 不但可以削减 咱们边境军力的支出 还可以回来 全心地 对抗这个西域一族 这不一取两得吗 何乐而不为呢 赚钱倒是明白 这赚人 是个什么道理 你看啊 三国战乱 遭宰的是谁 是老百姓啊 我国举国生平 他国战火绵延 到时候会有大量的这种受难的老百姓 涌入到我大堂境内 这些人可怜的 你给口饭吃就行了 到时候 把他们都收拢过来 什么修个桥啊 建个城啊 然后到战场上去做个死事啊 人家都愿意 这样不但节省了我 大堂的开支 而且还减少了我大堂将士 在战场上的损失 你呀 多亏我朝国父民强 这要把你扔到乱世 指不定祸害成什么样子呢 读书人读成你这么阴损缺德的 这满长安城也就你王子豪一个人 不过 这也倒是符合你的性子 我是什么性子呀 我都困了 这能不能睡觉 小什么的你 拿我这儿当什么了 什么地儿啊 你说呢 公主殿下 皇上打发太监宣您入宫 你说什么时候宣不好 你太不会干点了 你先在这儿坐着 我去去就回了 哥 我去去就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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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安城之前能收工吗 一准能 工前去侯爷府找胡帐房支去 谢谢四小姐 药材和糟酒明天就派人送过来了 抓紧时间生产了 小心 去 再擦亮点 想当年老太爷穿的这身甲肘 是何等的威风 咱们的夫君虽然上不了战场 可带领庄护们交场点兵 也是件露脸的大事 绝对不能给王家丢脸 夫人 你明天真的打算让夫君穿这身铠甲吗 那当然了 正所谓富贵欺容嘛 哪个女儿家 不希望自己的夫君 是你一血疆场的大英雄 这虽然上不了疆场 可好歹穿一回戎装 让我好好地感受一番离伤之痛 也不枉今生夫妻一场 打仗就打仗了 他非得让我亲自带着这帮装户去搬入屋手去 这这什么规矩啊 麻烦死了 夫君回来得正好 来 切身吩咐二女把老太爷的铠甲擦得乌黑正亮 快给夫君试试 夫君 等等 这干吗呀 我也不上战场 再说我也不符合征兵条例呀 我可是三代单传 夫人的意思是 让夫君感受一下离伤 夫君此次定要忠心为国 奋勇杀敌 我靠 不会是真让我上战场的 我的妈呀 冷兵器时代 这种战争 我只从小人书跟电视里边看见过 这这么简直就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呀 嗯 你在这比划什么呢 你不是玩真的吧 不愧是我的好夫君 蓝宁公主到 好 皇兄 皇妹啊 如今大军已经出发 朕的心里空牢牢的 皇兄不必失落 这是皇兄登基以来的第一场大仗 若能顺利拿下百计 不但可以一雪当年太宗皇帝被迫撤退之辱 还可威震对我大唐怀有狼子野心的周边灵活 如此重任在间 难免心神不忍 此意军情复杂 前方战事定然波轨云角 就算是父皇在位 也没有打过如此复杂的战争 战术战法上朕并不担心 半岛局势风起云涌 高丽百计兴罗缠打在一起 我大唐的军队如何把握时机 十分难以拿捏 皇兄不用担心 可以借鉴三国志的谋略 服以合众联合之策 定能把我大唐战场得势 他日奏开 三国志 服以合众联合之策 正是 红妹如何有此告见 皇妹愚钝不曾有此见识 道是我大唐的一位军事奇才 令皇妹茅塞动堪 时值兵风所向之计 特献此计 军事奇才 想不到王兄竟有如此才能 也能埋没 皇兄的意思是 夹封又五位陆氏参军 让他入朝为官 皇兄 王子豪是个没有正行的人 身体孱弱散漫顽掠 这军中事物不厌其烦 他恐怕应付不来 再说他平时路都换了 本就无心国事 据皇妹方才所言 此人雄掠掠掠 高材洪论 国家正是用人之计 这样的人才岂能埋没 皇兄 这王家三代单传 还没有子嗣 皇兄向来宽厚仁慈 怎么也要为王家留条后发 无妨 朕自有道理 什么道理 皇妹先坐 听朕慢慢道来 平时为民 战时为兵 于兵于农 兵民合一 才军者取强 立军者取腹 才立右军 先取多定 夫人 夫人 你干嘛 我是去带队的 我穿什么盔紧啊 我 夫人 夫君尽重报国 切莫为家事操心 妾身在家 等着夫君凯旋而归 夫人 你这么认真干嘛 你不是跟我玩真吗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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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哪 夫人 这女人也真是的 你不怕当寡妇 夫君尚军下你 切身一定照顾好夫人 等夫君回来 夫君 她又是来干嘛的 你问我 我还问你呢 夫君 她又是来干嘛的 你又整了什么妖蛾子 夫君错怪了 切身不过是想感受一番离伤之痛 哪晓得会招来他们啊 狗屁离伤之痛 胡闹 我去逛 来者何人 你可是王修王子豪 是 又怎么样 铠脚都穿上了 看来你早有准备了 我是要带他们去叫上点兵的 准备接纸 准备接纸 王修王子豪接纸 奉天成运 皇帝诏曰 朕听闻 仓武县男爵 王修 熊涛武略 天纵奇才 眼下 战士四起 大唐正是佣人之计 朕特招王修入伍 加封右卫陆士参军 亲此 君爷您是不是误会了 我是三代单纯 不符合征兵条例呀 夫王将军到兵部议事 这 侯爷 得罪了 得罪了 我 我 我 你们不能这么干哪 我是三代单纯 乌尔虎尼体弱多病 陈俊阳你个妖鹅子 夫君 都是念亲人的祸 这好段段的 让你穿什么盔甲吗 还说那件尽重报复的婚话 就夫君那小铁哥 正一上了战场 一直就为国监去了 这剩下我跟二女 可怎么度日啊 夫君爷要认为什么三长两长的 这些 这些第一个不活了 我也不活了 一定要白零碎都不进去 哭哭哭就是要哭 哭管什么用啊 好好日子不过 非感受什么离伤之痛 这样好了知道痛了 别哭了 还不赶紧想个办法 让姐夫赶紧辞了这狗皮拆水 那有什么办法呀 老子快说 我一想下来的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都什么结果眼了 那个不开眼的又来添堵 姐 是福不是祸 兴许这时候真来根儿修名稻草 先会会再说 也是啊 反正夫君都没了 太坏了 人都坏到哪儿去 二女 走 陪我到前面回课去 走 这本宫也没想到 皇兄会做出这样的决策 这我拦也拦了 劝也劝了 可他毕竟是一国之君 他做的决定 本宫也无力回天 那既然如此 公主为何要告诉皇上 那些谋略诸子夫君之口 这不明摆着 将夫君的性命于道玄吗 哪有夫人说得这般严重啊 怎么不严重 你没误不让我不认上战场 就他那小弟哥 那么单薄的一个人 那如何应付得过来 只怕是上了战场 却下不了战场 皇上 还不如一刀把他给杀了算了 让我们陪葬的 也能跟个权势 夫人真是越说越离谱了 这让子豪去参军 虽说是出离了本宫的意图 可也不像夫人想得这般严重啊 皇兄跟我有言在先 这又五位陆氏参军 非但不用去战场 更不用离开长安城 也就是去军部视察视察 出谋划策而已 所谓谋定而后动 子豪这边策略一出 自然就有八百里加急 送往前方战场 这样也可保前方战事稳妥 子豪更可以借此机会 展露锋芒 过把大将军的瘾 这何来失守分家之说呀 公主 说的可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二女快 快给公主磕头 快起来 免了免了 这可使不得 你们就别再多想了啊 快坐吧 辽东传来捷报 在将军苏定方的领导下 我们奸敌一万余人 应夺回十三座敌人的城池 因天寒地洞 为提取士兵马匹 攻势已经停止 在来年春天 气候转暖 我们再战 王三军真是用兵如神呢 如今前方大胜 皇上定会颁照嘉奖兵部 我们那些弟兄可都借了您的光了 小声小声 不值一提 不值一提啊 这可不是什么小事啊 您在这动动嘴皮子 我们那儿就打胜仗了 我在江城啊 混了这么多年 今天总算见到 运出维吾的活人了 好了好了 不抽了不抽了 这个一晃啊 半个月也过去了 如今战事暂缓 也是时候该回家看看夫人呢 是是 王三军劳累了这么多天 是该回家了 那就 后会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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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君去了多长时日了 半月有余了 夫君不在的日子 府上都冷冷清清的 炕烧得再热也不解寒啊 眼看就要过年了 这月月的日子也临近了 没有卫生巾的日子 可真难啊 夫君 其实好想你啊 你们这帮老娘们 真是没出去 整天哭哭啼啼的 烦得烦死了 不是姐说你 你看看你 这吃没吃相做没做相 还真把自己当老爷们了 就你这个样子 以后还怎么嫁人啊 大不了不嫁了 跟着姐夫做生意 再不进 我去兵部混个一官半职也不错 你啊 真是错投了女儿胎 夫人 夫人 夫君 夫君 夫君回来了 快坐快坐 这半个月辛苦了 都是切身座 怎么还穿着这个呢 再不要了 酸死了 你们慢慢腻吧 我还有事先走了 你不跟咱们一块腻腻了 是啊 我要跟鸡腻腻腻 夫君卫国效率辛苦了 那边吃的睡的还好吗 还好 还好 夫君 你还没吃饭吗 饿死我了 那今天是冬至 要不咱吃馄饨 吃馄饨 冬至应该吃饺子呀 人不都说坐着不如倒着 好吃不如饺子吗 吃饺子 我最喜欢吃饺子了 既然夫君想吃 那咱就坐 想吃什么馅的 家里面有韭菜吗 想什么有什么 切身啊 这就让全管家去买 那咱们就吃个韭菜猪肉了 好吧 吃饺子 吃饺子 何有情人 这何为有情人呢 无非就是老婆孩子热炕 老婆孩子热炕 对不对 可是什么是快乐的事呢 阿娘说过 这娶个老婆吧 就得大手大脚 大脸盘子 是吧 这个能放下锄头 能拉磨盘子 在屋里管着孩子 在屋外才能喝着生口 对不对啊 娘子哥 我哪里知道 你们这些吃素的 哪知道我们这些吃荤的烦恼 你看这侯府上下的有情人吧 也就那么几个 大夫人 二夫人 不行 这咱不敢惦记 你看 你 钱管家 胡账方 你们这些都是男人 我也不好这口啊 陈家老四 陈家老四是女儿人 也不会 陈家老四 比男人还男人 大巴子不不卖的 这可真是臭上 我爷 陈家老四 把过好的面给我 我来擀皮 老爷说啊 他就要和夫人亲自包饺子 有情人 有情人 请和我做一下 快乐的事吧 下流 夫君还真是想一出试一出 这多少年都没亲自包过饺子了 这冷不丁一包啊 都生疏了 包饺子这种事啊 就得亲力亲为的才有意思 正所谓自己动手 风衣足食嘛 夫君这张嘴永远都有理 二女 你那包的什么玩意儿 那馅都露出来了 放锅里边还不成了片汤了 你还往里怼 行了行了行了 你别包了别包了 放那儿吧 跟我们几个好好学一学 一会儿你去 把那蒜捣了 捣成泥 吃了蒜 晚上可别碰我啊 臭 臭男人臭男人哪 不臭还叫男人呢 不好了不好了 不好了不好了 胡扎帮 胡扎帮 你干嘛呢 你让老娘娘啊 你快说呀 晕倒了 胡扎帮他晕倒了 啥 老胡啊老胡啊 你我兄弟多年 你不能就这么走了呀 老胡啊 老胡 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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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叔 这是胡先生这是怎么了 这是脑血霜还是脑溢解啊 要是这个年月可没法治啊 拍个片儿画个验都不行 更别说开除手术了 老胡 快醒醒 快醒醒啊 你看啊 小侯爷和夫人都来看你了 胡先生 老胡 老胡 行了 老胡啊 你差点把我的尿快下出来了 胡先生 您这是怎么了 小弟 快扶我起来 快快快快快 小侯爷 你快看看吧 你这记得什么呀 夫人 这是两笔账啊 眼下咱花露水的收入啊 已经超过了三千两 还有 你看 这是我推算的 等咱们新的花露水作坊和造纸作坊都投入了生产 这只要一个年景下来呀 咱这侯爷福就有黄金十万两的金箱啊 十万两啊 十万两啊 十万两 快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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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收入 这么远大的前景啊 明天 咱们就给全府上下 发红包 发 指定发 明天就发 发多少 夫人你定 我定哪 发还什么发呀 夫君 能这样跟你在一起真好 啊 啊 苍天有眼啊 让我王子豪脱胎换骨 转到这个年代 正所谓 忙有钱 苍有米 富有诗书 身无病 性无忧 门无债主啊 最关键呢 还是有你们两个好媳妇 一会儿好好照顾老爷 谢谢夫人 下一个 下一个 谢夫人 侯府是晓得了再生父母 侯府给了小人生命 不对不对 夫人我太激动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行行行行行 以后腿脚勤快点 下去吧 谢夫人 下一个 二娘子 这不能要 要你拿你就拿 下去吧 谢夫人 夫人 照这样发血气 怕是要一百多两银子呢 怎么 主家没心疼 先生倒心疼了 不不不 我是说呀 咱这侯爷府已经好些年没发红包了 今儿有这红包 奴子们连想都不敢想 就是老侯爷在世的时候 也只能是意思意思 今儿个这红包啊 怕是在长安城里豪门大户之中 那也是最多的 甭说您不敢相信 就连我也做梦一样 自从侯爷得了那场病 转了性子 这府上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 花露水卖得好 而且以后会越来越好 这大家忙了一年辛苦了 发点红利算什么 这大过年的什么也不图 就图吉利 所以啊您就放心的发 夫人呐您说的好 说得好 大过年了咱们图个吉利 下一个 夫君 你说这个花是什么时候开的啊 你什么时候想看它 就什么时候开 谢小侯爷打赏 你得了多少啊 二两百亿呢 我做梦都没想到 我能得这么多钱 谢小侯爷二夫人 二两 一人二两 这他妈日子还过吗 啊 夫人呐都发放了 侯府上下 一个都给了 哦对了 和公主合作的作坊 也得有个得力的人照应着 那是 我想了想 先生做事精心 在府上工作这么多年 所有的进向和支出 没有丝毫插错 这花落水生意 也是照顾的有模有样 所以这造纸作坊 先生也管上吧 夫人我 怎么您不愿意啊 不不不 我是怕冒犯了公主殿下的威仪 又照顾不好咱自家的收益啊 先生多心了 公主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您只管照做就是了 嗯 好吧 夫人 前些日子啊 陈家庄那边缺手人手 我让两个犬子去帮忙了 这两小子做的还不赖 过了年儿呢 我打算去他两个啊 正式当菜 夫人 您看行不行啊 既然是先生的儿子 之前有帮过吗 那就让他们做吧 夫人呐 前官家呢也有个儿子 刚刚订了亲 现在啊 也正想找份菜式做 行行行 就让他去造纸作坊吧 谢夫人 谢谢夫人 夫人齐君主来信说 请您去南山观赏雪景 等着您回戏呢 慢走啊夫人 你俩在这儿干嘛呢 夫人来了 夫君啊 吓着门斗千恩万谢 感激的不行呢 一百多两银子 心疼得我但也跟着疼啊 还不是夫君让妾身看着发的 夫君 齐君主约妾身去南山赏花 你说我去不去 去啊 多看看 勇敢人发 看那个再多做基础师 夫君 我们去看杀猪好不好 看杀猪去哪儿看 庄上 你真行啊 你真行啊 哎呀 夫人去看赏花 我们去看杀猪 这就是差距啊 吴先生还惦记着我的儿子 帮他谋了份差事 你说 这个字我是吃你还是不吃啊 哎 这是两码事啊 贵侄子事啊 我只是在夫人面前提了提 夫人就答应了 哎 这个字啊 你该吃就吃吃啊 咱老哥俩 在侯府这么多年了 交情不浅哪 嗯 现如今 老哥管着府里的账目 还管着两个作坊的账目 公主的造纸作坊也归了您大力 众人在见的 这是小侯爷和夫人对你的提醒 往后 我还要靠老兄 提代这些的 哎 我说这旗你还下不下了 你倒走啊 走 啊 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夫君 嗯 庄子里做的猪小肠真好吃 切身没吃够 可惜都被那几个杀猪的 抢着吃光了 啊 想吃我明天再给你做 真是 哎 这儿小侯爷 二夫人 拿这么多竹竿干干嘛 哦 这是做爆肝用的 爆肝 对 什么是爆肝 爆肝啊 就是过年烧的 给来年起个吉利 去年咱们家就烧了一堆爆肝 结果现在咱们侯府上 越来越红火了 钱叔说了 今天再多烧点 让红红火火了 哎呀 好啊 那快进去 坐坐看我也看看怎么做 好嘞 二娘子 来帮忙啊 赵哥 我们的塞瓷似的啊 好 钱叔 这玩意怎么办啊 就是把销池装在竹井里 密封好了就成了 过年的时候啊 放在火里烧 琵琶作响 热闹得很呐 销石 怎么不弄点火药进去啊 这就是火药啊 不是说这种 而是说那种 黑黑的粉末 比销石厉害多了 有没有那种东西 黑黑的粉末 哎呀 没听说过 即便是有 也没销石好使 老汉我都用了二十多年了 销石绝对可抗 哎 那是你没见过黑火药的威力 说炸瞎左眼 绝不炸瞎右眼 共产党都禁止燃放了 等我亲自配置出来 让你们也开开眼 这可算是我第一次在唐朝过你 不弄出点动静的人 那也太对不起我自己了 好了 哎 哎 胡君 你说这个真的比爆肝还厉害啊 一会儿你就请好吧 行 来了 快快快 来来来来 哎呀 小侯爷 啊 东西齐了 好 没你什么事了 你先去吧 一流二销三木炭 油黄 礁石 木炭 嗯 多一点 嗯 哎 差不多 哎 哎呀 这个阿娘子也没给我带个棍子啊 哎 传说中的火药就这么成了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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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中 好 你来试试这个 田点这个 田点这个 啊 好 哎 哎哎 停停停停 咋了 不是 这东西我刚配出来我心里没底啊 你别 别别别别装太多了 咱们先拿个小的试试 别伤了人不值当了 哎 对对对 这根行也别填满了 填一半就行了 剩下的用纸塞上塞紧 小侯爷放心 老汉我用了二十多年的爆肝 从来没出过事 这黑火药虽然没用过 可心里还是有数的 钱叔 您这次就听我的吧 别再有个万一 小侯爷 既然这么体育下人 那就听您的 这整个长安城 算了算了 你们都退下吧 我亲自来放 小侯爷 还是老汉来吧 往年都是老汉放的 就不劳小侯爷的驾了 钱叔小心点啊 没事没事 跑 钱叔 钱叔 出什么事了 回来呀 出人命了快帮忙 这是怎么话说的 二兄子还愣着干什么快背呀 快快快快 二兄子 快点快点 这边这边 钱叔 钱叔 你醒醒 谢天谢地 你终于醒过来了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能哭就没事了 那个 双子 赶紧去 弄点热水 给钱叔洗一洗 好嘞好嘞 二零子 你去外边 把那些破烂的都收拾了 要不然夫人回来该生气了快 小侯爷 能不能让二夫人 回地下 医护 回地下 和别人的 来 来 这回 这回 可是有多大脸 闲多大眼了 王后 让我老汉 还在红墓林 怎么为人哪 不白事不白事啊 你自家人啊 我老汗不吐 怎么不听小虎爷的诈呢 再能吃嘛 颜值肥腹啊 想会注意一下 再没下次了 我这辈子再也不碰那个刀杆了 我虎爷让回 我的凉土放在 你到我屋里 给我满条骨子来 你好 你好好歇着 我呀 这就去 这就去啊 谢谢 深呼吸呀 深呼吸 你好了 别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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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快去给他换点褲子吧 别着聊了 我这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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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头呢 福军 改天让管家 再做几个报告成功 不成 你没看见刚才多危险 你还想玩 我回头就把那些火药都给他收了 对 不许闹了 福军 我给您捶捶腿 哎 您捵一会儿 笑死我了 睡前捶捶腿 解蓝解发又解泪 你昨天这么早又躺下了 夫人 夫人回来了 夫人 南山风景好不好啊 没 但是 钱生更想看前书烧爆肝 你都可知道了 放在护照房的告诉街声了 没想到钱叔一把 年纪还这般顽皮 你真是笑死人了 那老头啊 还逞能 给他吃点亏 长长记性 以后就不干了 那夫君就太小看钱叔了 这老头啊 可是咱府上出了名的好了 伤疤忘了痛 这会儿啊 这那钱人研究双想的呢 真的假的 这哪行啊 这多危险啊 我得去把火药给他们收了 闹出人命来就完了 真要闹出人命了 快 了不得 真是了不得呀 这核核粉末 能有如此的威力 了不得 小侯爷真乃 神人也 真他娘给力 嗯 不是老秦 你这人可真没技癖 你说刚才差点丢了老命 这会儿又便便加厉 他长出个双小呢 你真是 怕什么 一回生二回熟 这小侯爷不是说了吗 赛翁失马 胭脂非福 打打打打打打 我我我我 别睡 我 我我我我我 钱管家 在销啊 还玩呢 小侯爷 夫人你也来了 哎 我倒是想烧来着 可是火药用完了 爆肝也没了 那就去买啊 这大过年的也不多准备一些 多扫兴啊 现在就差人去买 多买一些 侯爷夫人 这火药没地方去买 这是小侯爷亲手配置的 夫人 那也再配一些嘛 切证还没玩尽兴呢 哎呀 求你了 好好好 配配配 但是呢 要约法三章 第一 只准看 不许自己烧 有违反者 休 休想让我给他 再配第二次 第二呢 今天晚上太晚了嘛 邻居们都睡了 要有功德心 要起到模范带头 所以呢 等明天一早起来 再给你们配 第三 第三呢 我现在还没想好 但是最终解释权 还是归我所有 一个朋友 啊